男子带猛虎下山图剑宝 专家看后大惊 你镇不住 赶紧卖掉 男子带来的这幅猛虎下山图 究竟暗藏什么玄机呢 我们知道 字画在古玩界的价值是很高的 有的名家字画 甚至能被拍出天下 今天的剑宝就和字画有关 这位男子带着一幅画来剑宝 却遭到了全场的嘲笑 没想到专家看后却非常震惊 还强烈建议男子尽快出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男子走上台 说自己带来了一幅画 这画对自己有非常特别的意义 这画引起了大家的好奇 主持人请男子将画打开看看 只见这画上是只老虎 老虎非常凶猛 看上去威风淋漓 男子说 这画是父亲疑似闲逛 在地摊上买来的 这是全场响起了一阵笑声 想在地摊上逃到宝贝 可需要一个刁钻的火眼金睛 您父亲难不成是什么文丸大师吗 男子笑着说 不是的 当时父亲买这画也是机缘巧合 就是觉得 家里做生意 挂个老虎在墙上 看起来比较霸气 主持人问 那为什么说他有特殊的价值呢 男子面露伤感说道 前些年 父亲因病去世 我继续将这画挂在客厅 看到他就总能想起父亲 父亲曾说 让我好好保管这幅画 说不定真的是个古董 但是我对于文丸是一窍不通 就想着带过来让专家瞧瞧 父亲留下来的话 也确实算得上无价之宝了 那么就请专家来 鉴别一下这画的真美吧 男子带着老虎健保 说是地摊买单 专家看后却说 你震不住 赶紧卖掉 专家对这幅猛虎下山图 也很感兴趣 结果话一看 专家却露出了复杂的神情 其中一个专家严肃地说 家中挂这样的话可不行 你就不怕给自己招来祸端吗 先不说这话的价值 我建议你尽快出手卖掉 男子一听当场就懵了 因为这话上画的是猛虎下山 民间有说法说猛虎下山容易遭难 所以这话需要有气势之人才能震住 虽说这只是流传的说法 但在古玩行业 本着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原则 很多人都会比较忌讳 专家说的也不无道理 在场观众开始议论纷纷 那么话的主人又是怎么想的呢 男子想了想说 我其实不太相信这些说法 这话是父亲留下来的 我觉得应该好好保存 我不会轻易转手的 现在就请专家告诉我 这话的价值是多少 专家说 既然你不信这些 我也不好多说什么了 要说这话的价值呢 虽说这幅猛虎下山兔也有些年头了 但看笔墨纸张的材质和痕迹 并不像是古代的作品 你看这画上的印章 倒像是民国时期的画作 这位画家的功底还是不错的 从古至今 画老虎的人有很多 然而 老虎一画 想要将其和周围景色融合 却并非易事 而且这画整体的构图也很不错 男子从地毯上埋蒙虎下山图 专家看到后却说 你镇不住赶紧出手 听到专家对这幅画做出了肯定的评价 男子脸上露出了笑容 那这画究竟值多少钱呢 没想到专家去画风一转说 大家都知道 书画和瓷器不同 只要是年代久远 保存完好的瓷器 一般都能卖到不错的价钱 而书画的价值 和他的作者有直接的关联 这画并不是名家之所 距今也只有几十年的历史 因此 虽说画的水平还是不错 但是价格不会很高 我给一个大概的参考价吧 30万 听到这个报价 男子还是欣然接受 毕竟当时这画是从个摊上买来的 如今能卖到这个价钱 也算是小赚一笔了 没等男子说什么 专家再次发出提醒 按照民间的说法 这画的欲确实不太好 我建议你还是尽快出手比较稳妥 男子稍作思考 还是感谢并拒绝了专家的建议 他表示 这画是父亲留下的 也是他的一个念想 所以他不会出手 还是会继续挂在家里 随后 男子离开了现场 很多人对此事有不同的看法 有人认为 这门湖下山看起来 确实不是常人能驾驭的 还是应该听专家的建议 卖掉保平安 但也有人说 不应该相信这迷信的说法 父亲留下的东西 岂能说卖就卖 专家的话也只能作为参考 还是应该尊重男子自己的决定 那么大家认为 男子是否要卖掉这幅画呢 好